今天晚上還有一場 就是現在經典賽 經典賽在昨天 贏了義大利之後 大家群錢激憤 然後就發現了 在WBC他們的官網上面 還說我們真的沒有想到 台灣的應援 甚至還有這個啦啦隊 他們想說很經典 沒有看過沒有看過這樣子 好 政治起 其實現在大家也都在風棒球 大家說好想贏 有人發雞蛋 有人發雞排 還有在彰化這邊是什麼 發焢肉飯加肉丸 大家就是希望能夠一起來 幫中華隊集氣 甚至你看看這一位 副院長曾文燦吃什麼 吃義大利麵 說我們昨天跟義大利打 他就吃義大利麵 然後林維州也是發雞排 這個人好久不見 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 昨天也在吃什麼 吃披薩來慶祝義大利的美食 昨天全部出籠 我告訴你賴清德 賴清德沒有吃東西啦 但是他告訴你說 哇 我們展現了堅強的韌性 我們相信一步一步來可以的 好 大家一起來加油 不分藍綠 結果昨天有一個人的臉書 沒有寫是誰 總統蔡英文 蔡英文那個時候 我記得在比奧運的時候 不是說他是 奧運的這個全能王嗎 他什麼都懂嗎 這一次經典賽 停留在十三小時前的企業參訪 不然開始有人就在講啦 說喔 所以這樣子大家就知道了 這個比賽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有點相信一點 這種運氣啦 那種感覺啦對不對 網絡上面大家開始有這樣的聲音啦 但是這個不負責討論啦好不好 回過頭來 大家想要講的是什麼 想要講的是在這一整片 大家群情希望我們的中華健兒 往前走的情況之下 在民進黨的部分 到底希望誰往前走 好 原因是因為目前二零二四 賴清德是不是真的定於一尊了 最新民調發現 真的耶 他狂勝 他贏第二名的陳建仁多少 他是百分之四十六點四七 陳建仁不到百分之十耶 不到百分之八 應該這樣講 只有七點九一 更不用講鄭文燦了 百分之三點二六 好像其他沒有對手 你知道嗎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真的定於一尊 好 最近在網絡上面 也有另一個風向在講 是不是賴神開始發威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說呢 又有綠營特異GG了 自先前石書華 這個粉專說被關了之後 現在夢買春秋這個粉專說 竟然也被關了 所以就有人在講啦 說是不是在針對台派 畢竟過去這些粉專 都是比較挺陰的嘛 還有人講啦 是不是賴清德在報 鳥奇亞灣 報老鼠淵 這是他的高招嗎 好不管是或不是 重點來了 就是二零二四 到底民進黨內部會是怎麼樣 除了要選大選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他們現在已經開始 要來辦初選 要來釐清怎麼選 賴清德他推了一個大局條款 也就是說呢 現任的你不要落跑 好可是問題是 他講話有人在聽嗎 畢竟在臺北市 簡書培許舒華現在都說要選 在高雄黃初音也要選 屏東的也要選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真的你講話有人在聽嗎 另一件事情則是 你在刮別人鬍子之前 你要不要先照照鏡子 原因是因為有人說了賴清德 你的落跑紀錄不是一次 不是兩次是三次 你當立委當國大的時候 你落跑去選立委 當了立委之後 落跑去選市長 當了市長之後 又落跑去當行政院長 在副總統之前 基本上都是提前落跑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要如何來規範黨內的這些人說 大局為重 我們大局條款 要大家能夠信服呢 好這個是現在大家在問 他內部到底有沒有辦法來撫平 或者是來把這些給按下來 另一件事情則是他本命區台南了 好今天巧欣也在現場 他就有在講說 這個告發陳忠諺的案子 現在要開偵察庭了 到底有沒有辦法可以看到血流成河 內幕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可能會影響到賴清德 這個是大家很想知道的 畢竟陳忠諺 我們都知道先前是他的嫡系大將 還有的是什麼 還有就是台南裡頭 到底有哪一些事情 是已經暗檻 暗蓋在裡頭太久了 我們都不知道都看不到 現在看到陳凱玲之後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謝龍介他在驚爆 說其實是握有所謂的成人影片 檢方方面講跟案情無關 但確實有聽說這麼一件事情 那這一些到底是怎麼來的 謝龍介的講法是說 是被人家偷拍的 那因為就是想要能夠讓 陳凱玲來就範一件事 他不要所以才會整個壓壓出來 全部希望大家一起同歸於盡 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 目前說還沒有人看過 所以大家就要問 台南現在除了有這個官員 思德的問題之外 還有什麼 還有光電弊案 那新竹有所謂的新竹棒球場 這一些都是在市府裡頭 廉政這些單位應該陣風勢要能夠查出來的 那這些人在第一時間都沒有發現 到底裡頭有沒有問題 現在這個最前線的人士 有可能會開始大風吹 希望能夠把問題通通揪出來 有人在幫忙掩蓋嗎 或者是有人無作事 這一些都必須一一來檢討 回過頭來請教巧欣 你是球迷嗎 有沒有當一日球迷 現在這一件事情變成全民運動了 是 我在來這個節目之前 是在我們信義區跟我們滿志剛 他是我們過去市議員的參選人 我覺得未來他應該還會再繼續挑戰 我們這邊的市議員非常優秀 他就很有趣 昨天就是要發祭品 我要送大家1000顆雞蛋 一人可以發5顆 然後他有邀請我 所以我剛剛是從那邊 發完雞蛋才剛過來而已 你以後有這種行程 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嗎 我也想要去領雞蛋 對 然後領雞蛋的人 他們就有些人很生氣 就說什麼 我沒有拿 直接我拿有沒有帶過來 我沒有拿 大家都很想要 很多民眾他們就是自己帶袋子來 大家都帶袋子來裝 然後很多民眾就說什麼 我們政府怎麼搞成這樣 然後一方面是幫中華隊加油 一方面是講說 現在的民生物資缺蛋的問題很嚴重 所以來排的人非常多 200張號碼牌 其實一下就發完了 我們也提醒大家就是說 晚上可以繼續為中華隊加油 所以我覺得非常有趣 就是說藉由中華隊的賽事 然後繼品文 再加上結合了一些政治的議題 我覺得滿志剛 他真的是做得還不錯 也很感謝他邀請我一起去 但我要講到的是說 民進黨內似乎就 他們常說國民黨不團結 可是你看到 我們其實在地方上面 滿志剛我們都是國民黨的 大家也有什麼活動就一起相揪 可是民進黨現在內部 似乎開始出現一些隱憂 就是來自於賴清的太祥曉 去把自己捧高了 他太祥把自己捧高的時候 他們就做了一個綠營的 現任優先跟大局條款 說建議民進黨的議員 不能去轉戰立委 可是大家會看 會看結果 如果你最後你是限制 禁止你的議員轉戰立委 或許人家覺得你有魄力 可是只是建議 然後結果每一個人都不鳥他 該選的 要選的還是繼續選 大家就會覺得你這個黨主席 你是打假球是沒有魄力的 最後我要講一下台南的部分 其實我告發陳宗彥的案子 檢調犯的速度算快 因為我另外去告 徹底的案子 到現在都說完全沒有動靜 完全沒有動靜 我已經告很久了 但是這個陳宗彥的案子 它是難檢的這個部分 檢察官他們就有償 我要去偵察庭 然後去了解一下 說我們掌握什麼資訊等等的 所以我自己也是會去出庭的 那自從這個陳宗彥 接過我一次電話之後 他就人間消失 人間蒸發了 那我不曉得說當天會不會 他的律師或是他會來 我不清楚 但是我希望這個案子檢調 是可以持續辦下去的 再加上除了陳宗彥之外 還有另外一位是陳凱琳 陳凱琳這個也非常的離譜 因為他一樣是涉及了 所謂的光電的利益 然後他還涉及了說 有沒有接受性招待 你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台南怎麼 10年前有一個陳宗彥性招待的 10年後有一個陳凱琳 也是性招待的 這個會讓大家覺得 是不是你們有這樣子 不良的習慣 你們的政務官在台南 有這樣不良的陋襲 被抓到兩個 那我想問沒有被抓到的 有多少 而且他們的手法 其實都非常的相似 就是我跟妳性招待 然後妳之後 妳要幫我做事情 那妳看 這次陳凱琳就被傳出說 是因為他不接受 對方的勒索 所以人家就拿這個 性愛的影片 然後去威脅他 後來這件事情才招 所以我認為台南這一局 就是賴清德 他在台南的一些問題一擊 他的黨內領導微信 坦白說 我覺得或許在南投補選 上來一下之後 他不一定能夠維持非常的久 是 維翰哥 今天晚上打的是荷蘭 而且明天中午12點 Back to back 還要在打鼓吧 那因為第一場 沒有拿下來 但是昨天 好啦 因為昨天贏了 大家開心 那昨天打球之前 誰以為會贏 想說因為這次評比義大利很強 爸媽 我們沒贏 義大利能贏嗎 就是贏 好不好 所以大家都High了 網路上面 因為看大白話的觀眾朋友 真的太多了 不管你講Team Taiwan 中華隊加油 台灣加油都好 第一場他們輸了 他們在努力 不要去罵他們 他們是球友 我們是球迷 球迷幹嘛 就是加油 下雨天 颱風天不去翻舟 難道要幹嘛 球迷不加油 那你要幹嘛 就是給他們加油就對了 所以網路上 你看到有人在喊台灣隊的 你也不要去罵他 他就是在幫這隊球隊加油 看到中華隊的沒有錯 還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不講中華隊加油 我當然講中華隊加油 我在雅典奧運現場加油的時候 你可能都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大家不要吵這個 目標一致 昨天之所以能言 義大利的家人都講了 說現場 你們看電視是一回事 現場都已經到了噪音的程度 他們覺得有點困擾 但也有震懾 然後他相信那些加油聲 給球員們很多力量 所以這個力量 還要再給兩次 而且之後 如果能到冬季 還要繼續給 然後再到邁阿密 第三輪 所以不要吵這個了 大家就是不管你是寫team Taiwan 台灣隊或是台灣加油 中華隊加油 Chinese Taipei City都可以 就幫他們加油就好了 因為今晚荷蘭沒有那麼好打 另外我們看到這個 整個選舉的過程當中 民進黨提出的這個大局條款 其實他並不是真的踩到底 你光是看到有沒有 高雄屏東還有人要選就知道 那個地方都有立委他要選 但他只是建議 所以其實他就是只是建議 那為什麼建議 他就是在選戰的過程當中 想要企圖跟國民黨做出區別 要告訴大家國民黨都是 很多都是卸任跑掉 你自己也是一樣 所以簡單講就是 這是選舉上的攻防 剛剛講棒球的時候不攻防 選舉又要攻防了 那就等到棒球過後 我們再來攻防 我先講到這邊 來 永華哥 其實我們看賴清德的那種大局條款 他自己子弟兵 據我了解四到五個 本身就要出來選 但是他們不是議員 他們過去是行政官員 那換句話說 你賴清德厲害的地方 我就不讓你先是議員去挑戰現任 但是我的人可以 所以他現在變成一個協調者 變成一個仲裁者 這個如果了解民進黨政治生態的 你往這個地方去看 他是有他的意義 第二個艱困選區 各位曉不曉得 所謂艱困選區 選票沒有到42.5的 是可以由現任的 縣市議員鄉民代表 只要你能勝選 他就提名你 全力掌握在誰的手上 全力掌握在賴清德手上 各位看看 他這一招厲不厲害 如果那你了解他裡面的 所有的政治生態 就是說賴清德就想要透過提名 去掌握這些小樁腳 那畢竟73個選區裡面 那你的賴清德可以決定的 至少37個選區 這37個選區 如果真被賴清德掌握到 那各位看看 是不是賴家軍又要起來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台南那個官員 因為我是在台南長大的 我聽我台南很多朋友跟我講 那個已經到了 第一個無法無天 第二個除了性招待 更重要的有沒有對價關係 況且陳凱玲這個案子 不知道多少人檢舉 截至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真正的查 只不過先搜索他的辦公室 搜索辦公室以後再決定 事實上他的案子已經存在很久 光電利益也存在很久了 請問一下 從陳中燕到陳凱玲到光電 今天發生了嗎 八年了 快要八年了 那換句話說 這個中間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賴清德現在他面臨的困擾 那是什麼 明日不 今日台南明日台灣 這個是賴清德你要選的時候 對 今日台南的弊案就是明日台灣的弊案 就是今日台南 明日台灣 這個是賴清德他非要注意到的 當然今天話說了回來 我們再來看看 就是說賴清德怎麼去收編 英系的跟其他派系的 因為現在站出來的 幾乎很少是新潮流系統 都是其他系統 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來看 各位不要看賴清德 思思文文笑笑的 他是在扮豬吃老虎 為什麼扮豬吃老虎 在蔡英文的淫威之下 他想走自己的路 所以他必須要找這些小樁腳 這些小樁腳就是母雞帶小雞 小雞 台母雞 到了最後 你就知道賴清德的厲害 但是他的致命傷 我覺得還是在台南